《天氣報告》 大家好 歡迎收看《天氣報告》 我是劉璃心 今天是龍力24節氣的冬至 也代表著全年日休最短 夜晚最長的一日 從今早6時58分日出開始 到下午5時45分日落為止 日休時間總共只有10小時47分鐘左右 過了今天之後 日休時間就會慢慢增加 看回天氣方面 由於受到高空擾動的關係 所以今天整體上 天氣方面比過一兩日 都是多雲和游些雨 從雷達的影像可以看到 今天在外附近 都有一些雨區的發展間中影響我們 從雨量的分佈圖可以看到 今天我們普遍地區都錄得5至10毫米的雨量 看回氣溫方面 今天的低溫在市區是21度 新界普遍的低溫都介乎20、21度 打鼓嶺大埔就涼少少 今天的低溫只有18、19度 日間正日都是多雲和有過些雨 所以氣溫變化不大 高溫在市區今天上升上22度 新界普遍地區的高溫都介乎22、23度 不過赤立的機場今天就暖少少 有25度 從大範圍的衛星影像 可以看到 跟高空擾洞相關的一些雲團 影響著華南沿岸的地區 不過隨著高空擾洞 在未來一兩天 逐漸遠離我們之後 在我們附近的天色會轉為大致天程 從一些天氣圖可以看到 一度冷風今天已經在華中形成 並且逐漸向南移動 跟相關連的一些東北高溫風 相信是明早上的時間 就會抵達廣東元岸的地區 所以未來一兩天 我們天氣會比較涼快 不過到了聖誕節和聖誕節日日 這股高溫會慢慢地緩和 氣溫會逐步回升 不過到了下週中期的時間 我們看到在我們附近 會再次有一些緊密的低壓線出現 亦都代表著一股強烈的 東北高溫風的補充會影響我們 到時氣溫會顯著下降 詳細的天氣預測會是這樣的 晚間將會多雲有幾陣雨 明天會漸轉天程 氣溫方面將會介乎18至23度 風方面吹和緩的編幅風 明天間中風勢是清淨的 展望看回星期五將會大支天程 早上天氣清涼 到了平安夜和聖誕節 雲涼會較多 風勢會頗大 氣溫會略為回升 不過到了下週中期的時間 氣溫會顯著下降 天氣就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看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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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